好 主播跟安座馬上再來關心 今天一早民進黨立委洪生漢 他是爆料說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的氣象顧問呂學海 他開設了一個台灣近鄰的這個學院 那是向這個學生收取了30萬元的這個高額經費 那今天受害的學員呢 他有最新的說法帶你一起來聽 像他們一開始提供的課綱表上 應該正規的教育的補習班 這邊都會列說這堂課的老師是誰 他們完全都沒有 而且教育課綱表一直變 我都不知道我的課程 下一次的課程內容是什麼 還有他說的說什麼 還有那個個人的ESG口試報告都沒有舉行 但是台灣民眾黨跟這樣的詐騙集團之間互相背書 我們真的要請台灣民眾黨出來說清楚 這不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攻防 是今天台灣民眾黨跟柯文哲一天不說清楚 呂學海就可以持續拿著你們的名義 拿著他們跟科團隊到底有多好 拿著這些照片出去外面招搖撞片 好可以聽到呢這個受害的學生 他不僅講說他繳了這個30萬的高額經費 那和他每次上課的這個課程內容 都會一直的變動 那就連是上課的地點呢 也從先前的逢甲然後換到了烏日 讓學員都覺得非常的困擾 那今天洪生漢也在呼籲講說 因為之前先前呂學海 就有跟柯文哲還有蔡碧如是同台出席了很多的活動 那是不是等於說民眾黨是在替這個呂學海背書 他們也喊話說民眾黨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讓政府交代明白